好 福茂科技新厂房的工地 发生的公案意外 造成了两死三伤 下午检察官到现场勘查 检察官跟相关的工作人员 在意外现场前面 正在查看的时候 掉在半空中的鹰架 其中一块钢板掉了下来 钢板直接从高处掉落到地面上 大约就在检察官眼前 数公尺的距离 抬头看看这被拉扯过的鹰架 真的很不牢靠 还有看到摇摇欲坠的钢板 两块板子之间就靠着铁丝连在一起 仿佛随时会掉下来 防护网还被风吹动 牵扯的这些还残留在墙壁旁边的鹰架 显得相当的危险 检察官了解了工作人员的汇报之后 就上车离开 上午劳动部治安中心的基查 认为营造公司的壁连柱不符合规定 也就是鹰架跟这个墙壁面 连接的钢管拉力不足 认为营造公司用铁管当钢管 以至于承受不了这些风雨来袭 目前看起来 这些狂离办的鹰架也不可靠 需要更周延的安全措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